认识英文的灵魂 动词 所有英文单字词性里面 最重要的是动词 也就是说它跟英文的程度 好坏有比较大的关系 这集学几个动词 Allude A lie Appetize Otter Alternate Am Amalgamate Amass Amese Ambrush Ameliorate Amment Amount Amplify Amputate Amuse Analyze Analyze Anatomize Anchor Analy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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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 Analyze 要看句子上下文 所以很多人就死背看教科書、英文、教科本 這是什麼意思?拿幾個字 或者老師說的拿幾個字 結果看到外國人寫的句子 或聽外國人講話說 對不上 因為你不會變化 She didn't mention any name But we all know who she was alluding to 她沒有指出提及 她沒有提到任何名字 她講一個人做壞事 可是沒有講名字 是連接詞 前面後面都有動詞 但是我們都知道 她指的是誰 或者她暗示的是誰 就是暗示或者意有所指 她雖然沒有把名講出來 可是她可能暗示 啊高高啊 180啊 我只有戴眼睛啊 常常手指有戴戒指 就暗示 那這邊呢 就比較不適合用暗示啊 就是有提到 反正allute就是有提到啊 但是不是那麼清楚的意思啊 那這邊中文就翻成啊 他經常的啊 間接提到啊 他小時候生活在農場的 各種事情啊 啊 還提的時候 小孩子的時候事情啊 啊 所以第一個中文翻成啊 暗示 就是 暗示或者它指的是誰 第二個呢 就是 也不是暗示啊 就是它有間接啊 就不是直接啊 直接講 而是中間有提及 有間接提到的意思啊 這也可以把它分成兩個意思啊 align 就是 聯合起來的意思啊 就有點像 unite small countries must align themselves by large countries in order to survive 小的國家 當country 也可以當國家 也可以當鄉村啊 這小的國家 啊 必須要 把他們自己聯合啊 聯合誰呢 聯合比較大的國家 就是小國家跟大國家聯合在一起 in order to 就是為了什麼目的啊 為了要 生存 為了要自保 英國啊 法國啊 跟意大利啊 在第一次啊 十二大戰裡面 三國啊 聯盟啊 當二次大戰 意大利就跟他們參反掉了 所以我們講 英國啊 像講法國跟意大利沒有問題啊 英國就是 英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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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英格蘭 蘇格蘭 威爾斯啊 跟白爾蘭 就像你說台灣嘛 有22個縣市啊 你說 台北 二九里只要是台灣 那就不順了嘛 就這個意思啊 所以千萬不要講英國 因為它只四分之一啊 也不是土地剛好四分之一啊 所以說它四個部分 其中一部分啊 你講 你用英國 代表英國的話 那蘇格蘭不高興啊 威爾斯啊 北亞來就不高興啊 同樣的啊 你講英文 你講 British 不要講英國 British啊 就是 用不列天人 不列天人 不列天人 都是可以代表英國人 British alphabet 就是 alphabet 就是字母嘛 可是我們這邊講的動詞啊 就是按照字母的順序啊 來排列 請把這些啊 請把這些啊 名單上 清單上的名字啊 按字母順序嘛 英文就ABCD嘛 中文就是可能按比 中文就不是按步手嘛 中文就是按比畫嘛 英文就是按ABCD嘛 那 但是 有一個梗啊 他們常常不是 就我們講的啊 他們 名字在前 姓在後嘛 比如說 電明星 British Willis 他名字 Willis 他的姓嘛 所以 外文 他列名單的時候 不是這樣子排 而是把British Willis 把Willis 放在前面 一個逗號 讓British 他們用姓 來排名 有這個梗 The librarian Use the computer to advertise the title of books Library Library 就是 圖書館嘛 Library 就是圖書館 管理員嘛 用電腦 去 就是 把字母啊 按上去排列啊 把所有的 書的title 書名嘛 title 就是頭銜嘛 書的頭銜 就書名嘛 把書名啊 把書名啊 在電腦裡面 按書名啊 在字母排列 order就是 改變了 就有點像 Change This blonde is too big for me I have to order it A blonde 就是 女生啊 只有女生 男生的不算 女人 穿著造身 什麼叫造身呢 就是說 也許襯衫啊 也許是毛線衣啊 實質品也可以啊 反正就是 不是外套啊 就是 外衣啊 就等一下襯衫那一類的 或者是 套頭的 就是外衣裡面的 外套裡面那個 但是它是 比較送啊 它的特點比較送啊 不是緊身啊 穿的比較舒服啊 我們一般叫造身啊 太大了 我必須要把它修改一下 把它改小一點啊 The 10th instance you have ordered very little over the pair of two decades 這個小鎮呢 看起來好像改變得很少 而little就是 有一些啦 改變了一些 little就是幾乎沒有改變啊 當然 它是不可數名詞啊 如果可數啊 可數就是a few 跟few啊 比如說我有少數一些朋友 I have a few friends 我幾乎沒有朋友 I have a few friends 但是不可數啊 就是little pens就是在過去一段時間啊 在過去二十年當中啊 daked是十年啊 那就2 decades 在過去二十年中這個小鎮啊 幾乎沒什麼改變啊 alternate啊 就輪流的意思啊 啊 然後 鋪層下來 它可以 變成兩個意思啊 這兩個意思啊 比較接近 所以動詞啊 跟其他詞性 一樣啊 就是如果有兩個以上的意思的時候 彼此之間的差別有時候很大 有時候看起來沒什麼差別啊 但是還有一個狀況 就是有時候你用中文來想沒什麼差別 可是用英文的思考到好像有些差別啊 當然也有 就是用中文跟英文想啊 都 差距都是比較 比較小一點 那如果兩個意思差距比較大的時候 那倒沒有問題啊 如果兩個意思啊 差距比較小的時候 那就要看程度啊 程度不好就覺得簡直一樣 程度好的就可以分辨出來吧 它的差別在哪裡 像這兩個就這個狀況啊 就說 學二人類Scrambles with five eggs for breakfast 就它的倫流啊 就有的時候炒這個 這個Scrambles就是炒蛋 Scrambles就是攪和在一起的意思啊 炒蛋 還有這個 煎蛋 就是煎荷包蛋啊 那你說不是炒蛋 不是煎蛋 是非煮蛋 那就用包 B-O-I-L 就倫流啊 他早餐有時候吃炒蛋,外國人就是常常 喜歡喝牛奶或者牛腎枝,這兩個最多 然後就喜歡吃炒蛋,培根,或者煎餅 他們叫松餅,麻煩,種比較多 但這種不叫美式早餐,叫英式早餐 但是全世界都在吃 早餐有時候吃炒蛋,有時候吃荷包蛋,就像煎的,加點油 Other night John Devon to do the work 就是讓約翰跟大維倫有做這個工作 Day other night is what night 就是日,白天,對我們現在也講全天 他原來的意思是白天,night,晚上 但是合住起來還是對,所以這個有點不是那麼精緻 可是一定有習慣,白天,黑夜,輪流交替 這兩個差在哪裡 第一個就是做一個動作造成輪流交替 第二個它本身就交替 所以有細微的差別 這一個動作造成輪流交替 什麼叫setting table set就是布置嘛,裝置嘛,裝設嘛 就是布置桌子嘛 一家人吃飯說 有的講究要鋪上桌布嘛 擺設盤子嘛 他們不用玩嘛 除了喝湯以外,不用玩 有時候甚至喝湯都不用玩 用比較深一點的碟子 就是布置餐桌 Jane跟他的姊妹輪流 今天你布置餐桌,明天我布置餐桌 and B動詞,I am a student 那你說後面受詞不受詞呢 也不算,所以他就比較特殊 表示他的身份和關係 英文叫linking verb 連結的動詞 然後B動詞像am,is,or 不管現在是過去式 有個調個地方 就說願一字多意,一字多詞性 這邊是不及物動詞 可是它也可以是助動詞 什麼分呢 你看,I am a student 後面沒有動詞嘛 它就是B動詞 叫動詞 當作B動詞 或是叫連結動詞 Linking verb 有時候am後面,有時候加動詞 變成ing 或者ed 那個才是動詞 那這時候B動詞就變成助動詞 所以B動詞也可以當助動詞 結果後面有動詞的話 但是後面動詞不能用原型 要不然就ed 後面加ed 要不然加rng ed就是表示被動 那rng表示有點像進行室 現在怎麼樣 進行中的意思 Ammelmergate 就合併的意思 就有點像combine的意思 The three colleges have been amelmergate and a new university 這三個 我們講university 跟college 不一樣 university 是四年制的 一般叫大學 而college 我們一般分大專院校 就是 三年制 兩年制 幾年制 兩個不一樣 這三個 三個 我們說專科學校好了 合併成 變成一個新的大學 那rng company has amelmergate with another firm Firm 本來也可以當形容詞 很堅固的 也可以當名詞 名詞變公司 就很像company 或者ltd 這些 所以 英文一次多一 就要看 上下文 我們的公司 你看前面是公司 Firm 也是公司 所以英文程度好 不管名詞動詞 可以變 不要老是用 固定的字 轉一轉 所以 你看小說家 詩人 他的詞彙 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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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篇文化 就是他 就是能夠駕馭文字 一般就明白吧 這個 什麼意思 我就只能用 老是用一個單字 那人家一看就知道 你的英文程度不大力 我們的公司 跟另外一家公司合併了 MS 就是累積 他累積了很多的 這邊也不要看成偉大 財富也沒什麼偉大 不偉大 他累積了很多的財富 他累積了很多的足夠足夠的證據 去支持他的理論 theory 就是 還沒辦法驗證是真或假 但是提出一個說法 然後再來驗證 還沒有驗證事情叫理論 或者說法 theory ammy就是很驚訝 stupidity amaze me 我們說 我們說形容詞很笨 常常用stupid 當然英文講笨的很多 很多字 或者笨蛋 講笨蛋的字 這十個以上 stupid是形容詞笨的 但是stupid 他的名詞是stupidity 所以我們記單字 要有效率 就是 一次多一個字有多少意思 盡可能的去記 還有一個就是叫單字家族 比如stupid 認識了 他的名詞呢 如果他有名詞 他有負詞的話 副詞有時候加ly 名詞有時候加tilmnt ty這些 所以 一個字 在單字家族 就是同樣一個意思 而且同一個大字的寫法 相同的情況之下 他後面改幾個字 到有時候是前面改 改幾個字母 他改詞性 那我們就一次了解 比如聰明 變聰明 聰明的聰明弟 一次都記 叫不要笑語 他的愚笨 讓我吃驚 沒想到這麼笨 It amaze me how she can eat so much ice cream 他怎麼吃 他可以吃這麼多的冰淇淋 讓我很驚訝 個子那麼小 怎麼可以吃這麼多 Amber就是埋伏 偷襲人家 我們叫偷襲也可以 叫埋伏也可以 就是躲起來 然後 陳家沒有注意 所以去攻擊 Rubbers Ember Travelers 突被強盗 突襲 埋伏起來 他的條件就是 他先躲起來 不是光明正大的 讓你看到 是偷襲 偷襲這些旅客 他在叢林裡面 因為Jungle比較是熱的叢林 但我們一般的森林有Woods 就可以 兩個不一樣 但是有點像Jungle跟Woods 他在叢林 叢林一般叫中南美洲 非洲的叢林比較多 那森林 很多美國加拿大 就是有很多國家公園的森林 兩個不一樣 他在叢林裡面 被突襲 而且被抓住了 Ameliorate 這個字比較難一點 可能少用一點 就是改善的意思 The new laws have ameliorated the living conditions 這新的法律 這個THE後面 定管詞後面 的名詞 當成New是形容詞 但形容詞 New加S就變成新聞 就變成名詞 所以THE後面 名詞可以加單數 也可以加複數 都可以 一般是單數比較多 那定管詞第二句 還有一個梗 就它後面 如果是形容詞的話 兩個合起來就變名詞 比如Rage 有錢的 形容詞 The Raj 就不是這些有錢的 這樣講不順 就變成有錢人 年輕的 形容詞 這樣就變成年輕人 這新的法律 改善了他們的生活狀況 生活變好 Ament 就是修正 修補 它有一個矯正的意思 也就是說 本來是錯的 變成 對 有這個意思 Try to me and your ways 這邊倒不是方式 也不是路途 這位也是在英文裡面 意思很多 複雜的字 就是做事的方法 我也就是一種 它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跟道路有關的 另外就是方法 一開始當然是路途 那後來又變成說 你要走對路啊 不是走錯路啊 慢慢擴大成 你做事要做對的 做錯了 事情做錯了 就要走錯路一樣 就試著 矯正 改正你的做事的方式 所以 The ongoing book has been amended many times 書 當動詞也可以 預約 預定 Ungoing就是形容詞 正在進行中 正在撰寫中的書 已經改了很多次 但它有過去分詞 表示被改 書不會自己改 你人在改 那很多人搞不清楚 這個 完成詞 包括現在完成詞 跟過去完成詞 可是has 當然是現在 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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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過去完成詞 那現在完成詞 就是Hat 或者Hat 加一個病 再加一個動詞 這個被動詞 那現在完成詞 就說 從過去一段時間 到目前 持續中止 一個狀態 如果過去分詞 就是過去 到過去 舉個例子 如果現在 我過去八年 到目前為止 都怎麼樣 我都是 每天 做公車上班 那如果Hat been 比如說 我從八年前 到去年 做公車上班 等我現在開車 這個意思 Amount 本來是名詞 金額 數目 動詞 就是相當於 相當於什麼數目 或相當於多少錢 The bill amounted to 20,000NT 這邊 有NT就不用Dollars 因為Dollar 一半是美金嘛 NT也是幣值嘛 所以你又講Dollars 又講NT就結算價物嘛 NT講New Towend Dollars 就是New 可以 你可以講 20,000NT 也可以 或者 20,000NT Dollars 也有人講 你也可以講 20,000 New Taiwan Dollars 都可以 但一般講NT 就好了 有寫NT的 比我意思 超多的 可以當名詞 當董事 可以當鳥的嘴巴 當海報 當海報 當法案 當 當 動詞 記帳單 這些 就是 這邊是 這個是 支票 匯票的意思 不是法案 不是鳥的嘴巴 然後鳥的嘴巴又很討厭 它又分Bill跟Beak 就是小鳥嘴巴用Bill 比較大的老鷹 比較硬一點 用Beak 可以Beak 所以這都是英文程度 支票相當於台幣 兩萬元 Bonding money and not return amounts to selling 就是 你借錢而不還 就相當於欠到 因為你不還錢 就相當於偷錢 偷錢就在為己有 他回答 A man 就為了 尋手 這邊是加一三個單數 他的回答 形同 視同 相當於拒絕 比如說 你約一個女孩子 很漂亮 你想到 起來看電影 這個張小姐 有沒有空 我今天晚上請你看電影 他要不要說 好 要不要說 沒空不好 他又說 再看看吧 再看看吧 這相當於拒絕 喜歡你 他就直接說 好啊好啊 但他直接說 不好 不要 好像不理 他就說 再看看 我說 謝謝你的好意 但是我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等於拒絕了 Amplified 擴大 我增強的意思 就是Amplified Guitar 就電吉他 吉他 吉他 吉他怎麼會變大呢 就聲音變大 吉他 你說什麼很用力彈 變大 不是嘛 像我們以前 有彈過電吉他的 插電 插電以後 隨便一彈聲音都很大 所以擴大器 像卡拉OK有擴大器 你沒有擴大器 光是有電視 沒有 要擴大器 就 amplified Would you like to amplify your recent comments Mr. President 總統先生呢 要不要把你最近的 comments 一些評論 一些講法 再增強一下 再進一步解釋一下 這些意思 反正擴大 增強 amplified 所以就截肢 把手腳砍斷 你說怎麼那麼殘忍 有時候沒辦法受傷了 身邊 要截肢 壞死了 組織 要把它切掉 有時候面積太大 只好截肢 當然不會是整隻手整隻腳 就是前半段 截下面 如果你大腿 壞死 那就沒辦法 你不能 你舉掉大腿 小腿等於沒有 但是一般就是 舉小腿 舉手的前面 當然嚴重的話 就整隻舉下來了 醫生 當博士 醫生 把士兵 收拒阿兵戈 沒有軍銜 只是一點兵 上陣兵 就是 不是軍官 軍官 就是officer 把士兵 受傷的腿 舉下來 amuse 讓人很高興 凱文的笑話 讓他們很高興 凱文的笑話 凱文的笑話 讓他們很高興 他笑得要麻煩 彭富大笑 他常常講一些故事 有趣的 會寫的故事 但小孩子很高興 就是分析 就是分析 分析 我們試著 分析 失敗的原因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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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食物 讓我發現 N N 叫連接詞 它可以打破一個句子之內 有一個動詞的基本套路 基本規則 前後都可以用動詞 當然 連接詞 是遠比我們想做複雜 也主要是它可以分析 分析 分析 食物 然後發現 有一些有害的化學物質在裡面 化學物質可能不止一種 所以通常 加S 當然如果你確定一種 就不要加S 兩種以上當然加S 可是有時候你不確定 不確定的情況之下 還是用複數 為什麼 因為一只有一個 二以上都是複數 二以上期率比較高 所以 只要是可數名詞 可是你不確定有多少 甚至疑問句 都不確定有多少 什麼 奇怪 外人 奇怪有複數 有複數 因為複數機率大 The Psychiatrist analysed his patient and read up the prescription for help Psychiatrist 不好念 字也很長 就精神科醫生 心理科醫生 分析他的病人 分析精神狀態 他寫了一個廚房間給他 Prescription 本來就是一個命令 那有廚房間 後來慢慢擴大廚房間 廚房間就是我開藥房 然後命令你嘛 你要吃嗎 我開藥房你要找我吃嗎 不能打折嗎 不能增減嗎 也不能不吃嗎 就有個命令的意思 所以英文單字也都是 如果有好多個意思的話 都有個原始 原始是什麼意思 其他的隱身 但是呢 程度不好的都搞不清楚 程度好就 哎呀他原來什麼意思啊 後來又變什麼意思啊 我知道了 所以外國人他是母語嘛 這些他分得清楚啊 那華人嘛 他只學第二 學英文嘛 那個會江會寫都已經來入登天了 那何況要搞清楚這些來龍去脈 Anatomize 就是解剖啊 解剖啊 前面那個是截肢啊 這是解剖啊 解剖就是把胸腔啊 把身體啊 切開來啊 看內障看病病啊 看病因啊 或者死因啊 The medical student anatomizes the human body anatomizes the human body 就是醫學院的學生啊 解剖了一個人的身體 那body有兩個意思啊 一個就是身體嘛 另外一個現在常講 叫屍體啊 尤其像經費片啊 情報片上body 就是講屍體啊 就不是身體啊 但是還看上下文 解剖一個屍體啊 然後為了要研究它的結構 去 anatomize the problem in order to solve it 這本來是結構嘛 結果就是要分析研究嘛 把身體切開以後研究嘛 後來就引申為研究分析啊 而且是比較精緻 精緻比較深入的分析 它深入的分析 研究這個問題啊 那question跟problem不一樣 question就是我有些都不懂啊 我提出疑問啊 problem就是難題啦 我碰到疑難雜症啊 兩個不一樣啊 所以中文都是問題嘛 problem也是問題嘛 question和問題都完全不同啊 那為了要解決它啊 trying to anatomize the situation 它試著啊 要去分析啊 目前的情勢啊 中美貿易戰啊 什麼情勢 但是 angry這個字也很麻煩嘛 至少有三個意思啊 其實不知道啊 原來 我從字典上找下來 有些真的很冷門很常用啊 連我都很少看到在用 就不要了嘛 這就告訴大家嘛 就是我這邊列表都是 要嘛常用啊 要嘛不一定常用 可是 還是大範圍只能用得到啊 連我都沒看過的用法 那就算了吧 the anchor the roof of his house anchor 我們一般講那個船啊 要聽到說下那個毛嘛 在這邊動詞嘛 就是下毛的意思啊 第一個是固定的意思啊 他把房子的屋頂啊 可能是鬆掉了啊 不過皆是把固定一下啊 the anchor the tent with ribs 打帳篷的時候嘛 帳篷打起來 你一定要 要釘好幾個大釘子嘛 要固定位置 不然風一吹就走嘛 會 垮下來吧 他把這個帳篷啊 用繩子固定啊 當然 這樣講是不清確的啊 你繩子也不好固定 繩子固定在哪裡啊 就是 那邊有這個 有一個圓環東西啊 把它套上去啊 釘在地上 這樣牢固嘛 當然也有的不一定啊 有的就是 就是 綁在樹上 但是 也不行啊 你錄影的時候哪裡 剛好 銀杖旁邊都有樹啊 就是一般是用釘子 釘起來比較穩 就 anchor the hose 就是 annual help 這邊用 annual help 也可以啦 所以有時候 這些是可以 有時候可以 有兩個啊 互相代換啊 有時候就不行啊 本來是固定住嘛 或是下毛嘛 挺靠嘛 那這邊是做個隱身啊 就是 寄往原下毛嘛 就把它固定嘛 固定啊 就是 就是 他 就是 他有個期望啊 把他期望寄托於 我們分寄托比較好 寄托於你的幫助啊 所以這樣 你不知道怎麼轉過來 本來是固定住 或者是下毛啊 這個 船隻停破 就固定住了嘛 他把他的期望固定在你的幫助 但是我們不能分成固定嘛 我們說 寄托嘛 the shape anchor 這片 就是船啊 所以有些搞不懂啊 the shape也是船啊 bobe也是船啊 相對比較大一點叫 shape 小一點叫 bobe 但是也沒有精確的劃分啊 anchor叫停破 因為下毛啊 船下毛叫停破 為什麼off啊 就是 off就是遠離嘛 不在嘛 就是在日本外海啊 這個停破啊 怎麼停破呢 那毛丟下去嘛 現在的毛很重啊 大船很重啊 要激起腳盤啊 很重啊 人沒有力氣啊 We anchor at Hong Kong 我們在 當然我們已經搭船嘛 船才會下毛嘛 才會停破嘛 人就不用嘛 我們應該講 我們的船呢 我們的船呢 停破在香港 香港這個海盜嘛 有關坑啊 這句講這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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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